妙龄少女被拐七年无奈生下犯罪之子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有妈妈的地方就是天堂 本期丽哥为大家带来电影《房间》 瞎小逼着的房间里 生活着一对年轻而奇特的母子 儿子咪叫杰克天真活泼 有着与性别不相符的长发 母亲乔依正值青春年华 脸上却始终带着与年龄相悲的沧桑 今天是杰克的五岁生日 两人决定合力做一个真正的生日蛋糕 但没有蜡烛的蛋糕并不完美 杰克伤心极了 母子俩的生活物资都依靠老尼克不定时的补给 他是善良的天使吗 不,他是邪恶的魔鬼 七年前他借口狗狗生病 把乔依骗到这个木棚屋囚禁了起来 从此乔依过上了非人的生活 他曾多次尝试逃跑都失败了 唯一的出口被老尼克用铁门封死 密码只有他自己知道 大声呼救也没有用 木棚在老尼克的后院 除了老尼克 没人能听到乔依的求救声 乔依在五年前生下了杰克 给了杰克所有的母爱 竭尽自己所能去保护他 爱护他 两人一起运动 一起烹饪 一起洗澡 一起苦中作乐 每当老尼克来送物资时 乔依都会提前把杰克藏到衣橱里 不让杰克看到不堪入目的画面 随着杰克一天天长大 他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好奇 但他只能通过木棚顶端小小的天窗 观察外面的世界 老尼克又来了 杰克躲在衣橱里偷偷打量 老尼克发觉杰克在看自己 想来一次亲子互动 乔依不愿这个恶魔触碰杰克 只能主动现身转移他的注意力 事后两人沉沉睡去 杰克从衣橱里爬了出来 在黑暗中静静盯着老尼克 老尼克刚要碰触杰克 乔依突然惊醒 发狂地撒打着老尼克 拼命阻止他靠近杰克 身强力撞的老尼克反手就将乔依制服 掐着他的脖子 险些让他窒息 老尼克恶狠狠地警告他 再敢反抗就杀了他 老尼克说到做到 为了教训不听话的乔依 他拉了木棚的电闸 失去电力供应的木棚 犹如坠入冰窖 乔依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他决定再一次逃跑 他让杰克装病 趁老尼克带他去医院的时候 把求救的纸条递出去 杰克十分害怕 但是为了妈妈 他努力勇敢 然而防范心极强的老尼克 只是答应乔依会买一些药 拒绝带杰克去医院 乔依的出逃计划告吹了 看着外面的天空 乔依的眼泪止不住的落下 不认命的乔依开始筹备下一次逃跑 他用地毯把杰克卷起来 让杰克装死 当老尼克开车时 杰克再从地毯中滚出来向人求救 木森俩一遍遍的演练 不断重复逃跑的步骤 终于老尼克来了 乔依声泪俱下的演技 骗过了老尼克 老尼克以为自己断电害死了儿子 心中微默的父子情分 让他同意了乔依的请求 乔依让老杰克把杰克的尸体 带到远处掩埋 并让老尼克发誓 绝不看杰克一眼 老尼克照办了 老尼克把地毯放在汽车上 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汽车一路颠簸 地毯里的杰克挣扎着 从地毯中滚了出来 他终于看到了真正的天空 真正的树叶 原来外面的世界那么大 他想起了乔依的教诲 连滚带爬的逃下车向路人求救 老尼克发觉自己被骗了 急不就追上了杰克 杰克依旧没有忘记乔依的嘱托 挣扎着哭喊妈妈 好心的路人见状拦住了老尼克 老尼克只好扔下杰克 慌忙逃走 路人报警喊来了警察 温和的警察耐心地安抚着杰克 从杰克直言片语的描述中 找到了线索 营救出被困七年的乔依 乔依终于呼吸到了外面的世界 警车上他紧紧抱着杰克 抱着自己的小英雄 是他救了自己 被营救的乔依成了各界媒体 争相报道的人物 乔依为了保护杰克 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为了让杰克尽快适应社会 乔依带着杰克回到了自己过去的家 七年了 很多事情都变了 乔依的父母在他被绑架期间离婚了 母亲的男友李奥 很热情地欢迎两人的归来 杰克暂时还不能适应外面的世界 当外婆询问杰克想要喝什么时 她不敢直接回答 只敢和乔依悄声说话 外婆很努力地让杰克习惯这里 她柔声建议杰克剪掉长发 杰克依旧小声地和乔依说 头发是自己力量的源泉 自己不能剪掉头发 外婆宽容地接纳了杰克的小怪癖 李奥也在尝试接触杰克 她自言自语 假装看不到杰克 把肚子饿的杰克引到了厨房 两人愉快地大快朵頤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外婆和李奥一样宽容 外公一直都不肯正眼看杰克 这样乔依很受伤 乔依以为回到原来的世界 一切就会恢复原状 但事实并非如此 外面围绕的记者 时刻提醒着乔依过去的不堪回忆 乔依本就受损的心灵更加脆弱 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 杰克玩手机的声音成了乔依的爆发点 她愤怒地把杰克拉到客厅 强迫杰克玩现代的玩具 外婆劝说乔依要给杰克时间适应 失去理智的乔依把枪口转向外婆 指责如果不是外婆教导自己与人为善 自己也不会被诱拐 外婆伤心欲绝 乔依还嫌不够 她答应了电视台的采访 完全忽视了这是否会给杰克带来困扰 电台记者终于等到了乔依的点头 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被抛出 刚开始乔依还能应对 但当被问到是否会告诉杰克 关于父亲的事情时 乔依毫不迟疑地说 杰克不属于任何人 他属于我 敏锐的记者马上抓到话里的漏洞 继续追问乔依 为什么不把杰克送走 难道他不该有更好的生活吗 是否是因为乔依过分自私不愿牺牲 乔依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他只是出于母亲的本能 觉得母子就应该在一起 采访结束后他开始反思 当初没有把杰克送走 是否是自私的行为 自己真的爱杰克吗 杰克如定的状态都是自己造成的吗 乔依心里的最后一次防线被击溃了 杰克在卫生间找到了吞咬自尽的乔依 顿时惊呼起来 惊呼声引来了外婆和李奥 乔依虽然得救了 但脆弱的她需要助援 进一步接受心理治疗 母子分离后 杰克十分思念乔依 每天都闷闷不乐 李奥带了一只小狗给他 杰克渐渐接受了李奥 也接受了周围的一切 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 准备面对外面的世界了 他恳求外婆剪掉自己的头发 他的能量来源 他要把头发送给乔依 他觉得此刻的乔依更需要能量 为了救回乔依 他什么都愿意付出 这是一个孩子对于母亲最纯真的爱 在杰克的鼓励下 乔依顺利出院了 正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杰克 看到乔依 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就像抱住了全世界 乔依陪杰克玩积木 感谢杰克再一次救了自己 第一次是杰克的出生 让身陷淋雨的他 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 第二次是杰克的勇敢出逃 把自己从恶魔的手中解救了出来 第三次是杰克发现了自杀的自己 让自己得到抢救 第四次是杰克给了自己力量的源泉 给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和无私 其实孩子对于母亲的爱又何尝不适呢 无论母亲是美是丑 是贫穷还是富有 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 母亲都是最美的妈妈 正如电影结尾所说 你不是一个好妈妈 但你是我妈妈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黎哥 越做灯展 照亮你心 然后里面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